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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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时整个唐朝长安呢 除了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玄奘大师的回事中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新盛的宗派或大师 在长安城里头活动 能否请老师为我们详细说分明 好的 我们看到呢 其实善导法师所处的时代呢 是从这个历经的隋阳帝、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等等皇帝的统治 那他所处的时代 其实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初唐时期 在这个时期呢我们看到 佛教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发展到隋唐时期 已经相当的鼎盛 甚至呢已经开展出 结合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而发展出来的 一个不同于原始佛教的一个教法 那我们要先跟大家说明的 其实是今天呢 大家好像习惯讲说佛教有许多的宗派 但是呢对于这个隋唐时期的人们来说 那时候的佛教宗派的分野并没有那么的严格 那认为呢 中国的佛教有宗派 其实呢是近代的引进了这个日本学者 他对于佛教呢有所谓的八宗这样的概念 那日本的学者是基于他们对于日本佛教的认识 确实日本佛教的宗派分割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但是中国的佛教宗派是不是有这么清楚呢 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看到呢包含这个汤用彤先生啊 或者是太虚法师啊等等 他们都提出呢 中国的这个宗派呢 其实呢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所谓的学派 那学派指的是宗教学说上的派别 但是基于呢生人对于印度的佛教的这个佛学的理解 产生不同的解释 所谓出现的这个学派 后者呢就是所谓的真的有宗派呢 是有创始有传承有教徒有教义的这个宗教的团体 叫宗派 那随唐时期呢真正具有宗派规模呢 大概就是天台宗啊禅宗啊或者是三阶教 其他呢大概就基于对于佛教义理的理解 跟修行的法门的不同 所以产生不同的学派 那我们看到呢刚才主持人所提到这个 善导法师所处的这个时代啊 其实呢他主要活动的地方是在长安 那这时候呢中派跟学派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大概呢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天台宗 华言宗 三论宗 法相宗 或者是律宗 乃至于禅宗 以及刚刚所提到的三阶教 跟禅宗教在这时候其实都已经发展的 有一定的规模了 那我们看到呢 善导所处的时代 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玄奘法师作为领导的这个法相中 当然呢在国家的扶持之下是相当兴盛 但是呢这个法相中的传承呢 从这个玄奘的弟子窥击之后呢 其实就慢慢慢慢的消失 那主要是因为它呢 是非常非常强调这个义理思想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呢 这时候在隋代以后 从这个智者大师呢 开始的这个天台宗喔 其实在唐代呢也有许多的传人 包括这个灌顶啊 或者是后来的智威啊 玄朗啊等等喔 所以善导法师所处时代的天台宗呢 其实势力是非常大的 那另外呢三论中 就是吉障法师传下来这个三论中 在这个时期影响也相当大 比如说呢我们看到呢 吉障的弟子会员呢 继承了这个三论的教法 也让三论中在这时期是相当新盛的喔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了律中 律中呢这与善导法师同时期呢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道宣律师 那道宣律师对于律中的教法 他怎么样的阐释啊 这下的规制 当然对后代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对于善导法师呢 他去传扬这个净土教法 其实也有若干的影响 此外呢 这时候在国家的 特别是高中 以及武则天 武中时期政权的支持之下 华盐中呢大胜 那华盐中呢 最早是由杜顺法师开始发展 那接下来随着字眼 到了这个武则天呢 大力护持着法杖法师 都让华盐中的信仰 跟发展呢 在此时期是相当新盛的 此外呢 我们看到呢 其实这刚才讲的这几个宗派 都是大概是以上层社会 知识分子为主 那对于一般社会的阶层来讲呢 接受更多的就是 在唐代的时候兴起的 而且对于后世影响更大的 这个禅宗跟净土宗 那禅宗呢 我们看到这时候呢 其实道姓法师呢 他的弟子洪仁法师 又传给了这个神秀啊 跟慧能开启的这个南禅北禅 那样子宗派不同的发展 其实呢 也是善导法师所处的时代 面对的一个 其他宗派的现象 非常感恩老师您的介绍 那同时在此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 当时唐朝皇室对这些宗派跟法师们 是都接受 还是因为他们的学说论述 对他们是有帮助 所以才如此提倡呢 好的 关于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 其实有需要分两个层次来看 一个是佛教 他在面对皇帝 或者是皇帝代表国家 是有什么样子的地位跟功用 那另外一个就是 就个人来说 就是皇帝个人 或者是皇室成员 乃至于官员 个人对于佛教的信仰 这两个层次呢 是必须要分开的 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 隋唐的君主 好像呢 对于佛教的各个宗派呢 都蛮能接受的 也都大力的护持 那这样的情况 其实是站在国家的 正教关系 或是佛教政策来考虑的 那我们看到 其实在隋唐时期 因为佛教从魏晋南北朝 以后发展 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力 真的太大 所以这个国家是 没有办法撼动的 那你没有办法就是 用国家的力量去铲除 人们对于佛教的信仰 那当然呢 应该要原佛教为用 来协助自己的统治 你是哪个中派的祖师 著名的法师高僧 只要你不要超过国家的控制 甚至可以配合国家的政策 来掌控国家的运作 那就没有问题 不过呢 我们也看到呢 其实每一个每朝的皇帝呢 他所扶植的教团是不同的 比如说呢 在唐代初期的时候 太宗当然呢 他非常的欣赏玄奘法师 所以玄奘的教团呢 几乎是得到这个国家 全力的支持 不论是易经啊 发展法相的易礼啊等等 玄奘的教团就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文献的记载 可以看到玄奘的晚年 进入到高中朝以后 其实是相当的不堪的 因为这个牵涉到政治上面的 斗争的问题 高中朝之后 甚至到了五州政权之后呢 他们为了要跟前朝有所区隔 所以扶植的教团是不同的 特别是比如说 像这个五州的政权 他为了要去塑造自己的合法性 所以呢 他不只扶植的 强调这个华言中 有华言的经典里面对于五州天 能够取得这个 护佛的这样子的一个君王的 形象的塑造是有利的 另外呢 他也扶植了不同的教团 比如说他特别的强调 对于法杖的教团的扶持 乃至于呢 他也支持了新兴的禅宗等等 其实都可以看到 那这些呢 情况其实反映都是唐代的君主 他们在面对佛教的时候 主要思考的不是哪一个学派 或中派的教法呢 是有助于整体佛教信仰的发展 他其实考虑的是怎么样来帮助 这国家的发展 国家控制人民 控制社会是有利的 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 大概隋唐的君主 或是国家的佛教政策 都是有这样子的利基点存在 就是原佛教为国家所有 那他们都是有很多 现实政治上的考虑存在 非常感恩老师你的解说 感恩 唐朝皇室虽然奉道教为国教 但是对佛教的提倡不遗余力 当中有很多皇帝 还有皇室成员 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他们对佛教 海纳百川 兼容并蓄 平等世之 也因此造成了 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高僧行仪 稍后请继续观赏高僧传 善导大师 客室一个人求情味道 但是奥义 受罪欢迎 这种人 能够 奥姓 奥 这 这应该是母的应酬 毕竟 她幽缺无心 嘛 在这 奥义 奥义 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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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 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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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